在爱情的世界里 通常女人会以浪漫的方式 表示对一个男人的爱之深 比如说 拉上男人去塞塞布 看看海 他们通常会以这种浪漫的举动 表示着对一个男人的爱 而男人则不同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通常男人抱着女人却上了床 那也许不叫爱吧 那是在享受一种感觉 可他们偏偏说是爱 在爱情当中 男人是比女人自私的 他们很少去想 自己为女人付出了什么 而却会计较女人给她多少 爱情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 在爱情中 女人会有更多的猜疑 甚至男人出去应酬 他们都能浮想联翩 似乎在这个世界上 张爱玲所说的 《岁月静好》 就是一句空空而谈的废话 可是张爱玲在爱情中 伤自伤恨归恨 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将她的惆怅与痛苦 都写进了诗中 写给了字迹 也写给了喜欢文字的人 张爱玲曾经说过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离不开四个小动作 我们一起跟着继续看下去吧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通常会不停地翻着她的朋友圈 生怕错过了她的更新每一条信息 在热恋的时候 其实男人和女人一样 都是非常感性的 他们甚至比女人还矫情 他们也会撒娇 往往在深夜的时候 还不停地翻着这个女人的朋友圈 甚至她能看到几年前的朋友圈 看着曾经自嫩的她 看着现在越来越有品味的她 自己偷偷地笑 偷偷地想着这个傻丫头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会摸摸她的头 叫她一声乖 这是男人对女人最大的宠爱 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他们不会把女人 当成妈一样地伺候自己 而是会当成宝贝女儿一样 宠爱有加 在他们的心中 生怕对自己的女人照顾不周 生怕她们有任何的不开心 生怕没有哄好女人 如果你遇到一个 经常摸你头的男人就嫁了吧 毕竟对你的宠爱男人不是很多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会给她说不完的话 不停地啰嗦 现实生活中 男人通常话是比较少的 他们不会像女人一样 婆婆妈妈 琐事不停 他们通常会比较理性 但是当真正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男人通常特别爱表现自己 恨不得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 全部展现出来 有时候聊天 女生没说什么 她的话却不停 这个时候作为女人来说 一定不要嫌弃她唠叨 她的啰嗦 正是表现对你的爱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或许根本不会让她发现什么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只是表现在心里 不表现在外在 甚至在外在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们通常会默默地爱上一个女人 但是一旦这个女人有任何需要 她都会立刻出现 看似很随意的举动 其实是她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刻意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她们是有意地注意着你的一切 然后冲到那个友情安慰的角色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根本离不开则四点 每一个小动作都巧妙地告诉你 她们爱着 女人 这些你都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 回想一下爱你的她 平常有这些举动吗 她们是否会在这些小细节上 彰显爱你呢